今天屈小姐有爆料講述的內容直出 他們在5.27的時候 那民進黨的高層其實是有開會 然後其中還有民進黨的數位部的執行長 就是哪一份資料 然後就是四方電訊的交叉底頓 這樣那是不是跟之前屈小姐的爆料是有不謀而無 這樣 對因為我先前已經早就提及過了 當時在2021年的時候 就是由吳彥宏帶著我們講的 李承偉 中華電信的前大數據總監 去拜會賴靜德總提供這個疫調系統 結果你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從頭到尾其實吳彥宏才是整個核心的主角 所以訪問幾件事 到底民進黨 現在要說清楚講明白 在5.27當天上午 是不是有召開這樣子的一個會議 而由詹赫順 也就是他們就是所謂的翠的這種推手 他們的網路推手 等於是他們的網軍頭子 來去提供這份報告 口頭陳述這份報告 包括四方電訓所針對5.24的青鳥行動 進行輿情分析 其中談到了包括所謂的小草 包括所謂的太陽花 跟5.19甚至是1.22號民進黨選見 做一個比對 因為這個四方電訓吳彥宏 他過去一直以來都是新潮流中的核心要角 他曾經是所謂的洪其昌的助理 那不只是洪其昌的助理 他還包括在2018年 甚至是在2019年 分別提供了賴清德現在的總統 當時台南市政府輿情分析報告 以及蔡英文 在2019年總統大選期間的輿情分析報告 這個都是有憑有懼有金流的 但當時他明明是作為中華電視子公司 四方電訓 掌管的業務是什麼 IDC機房 你是一個管機房的人 你怎麼有辦法提供輿情報告 提供分析報告 這個叫做堅守自盜 等於是你求援監裁判嘛 你只負責管這些機房管這些資訊 你憑什麼提供這樣的一個資料 而且不只是如此 你跟我們講的吳彥宏跟李承偉 實際的關係是什麼 會不會最後我們整個疫調的系統 其實他的前身就是所謂的輿情的監控系統 因為如果到現在為止 即被NCC再三強調已經廢除了 疫調系統沒有再用了 但527當天這份報告還是產出了 還是有持續在做這件事情 那事情就大了 因為這個試涉到的不只是監控 而是說你到底監控了多少年 這件事情到底做了多久 你到底侵犯人民多少權力 不管是中華電信或者是釋放 都要說清楚明白 其實主要就是在5月27號的時候 民進黨新媒體的這個中心的主任 然後詹賀順他提供了釋放電訓 也就是中華電信子公司的data 給他們去進行資料的分析跟參考 所以王一川才會在下午的爭論節目的時候怎麼說 我覺得中華電信剛剛就刻意在講的語章 完全就是啊 那一下問他這個講的 他其實你回去聽他所說的 他講的在兩三分鐘的時間裡面 換了四五種的講法 所以中華電信他們不斷的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會販售也不會提供資料給 政治人物跟特定政黨 可是他們子公司管不到 當中華電信把所有客戶的資料 是傳到IDC機房也就是他的子公司 唯一一家叫做釋放電訊的時候 那釋放電訊裡面所有的data 是不是他們可以自己撈 那所以說過去我們一直追的是中華電信 結果原來問題的癥結點就在 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北檢呢上個禮拜把王毅川 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列為被告 那他呢用他自安被告身份傳喚到庭說明 王毅川呢他說他有資料 那這個事情引起國家的軒然大破是因為 竟然有辦法我們上個禮拜有討論過 竟然有辦法透過所謂的資料分析去監控 不同場合四個場合的不同的年齡層 還可以區分出他的政黨傾向 這個是讓大家都感到很意外 那今天呢我們經過包含是爆料人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我們就發現呢其實實際上這件事情是在 民進黨5月27號的黨政主管會議上面 那參與的高層呢包含了民進黨的代理秘書長 兩位副秘書長還有呢王毅川執行長 以及民進黨新媒體中心主任詹赫順喔 他用口頭報告的方式 拿出了一份四方電訊的報告來做相關的交叉比對 這與王毅川他所說的道庭說明說有資料不謀而合 而我在先前呢有詢問過是不是5月27號民進黨有開這樣的會議的時候呢 他只說尊重司法調查並不願意回答 那好我們看下一張喔 那我們就發現說所謂的這個四方電訊呢 等一下會讓大家有回答的時間 四方電訊的董事長叫做吳彥宏 在2016年開始的時候 中華電信就被很多的新聞媒體報導 整個我們的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裡面有不少的酬庸背景 最為人知的應該是賴靖林董事長 可是呢我們今天談的是四方電訊的董事長吳彥宏 那他是賴清德總統的親信媒體的報導 很快速的時間裡面就翻倍成長了 而不是四方電訊的總金額是我們看到前瞻 會販售相關的資料 給包含是政治人物跟政黨嗎 包委員 子公司的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法案公司 但是他如果是你們的伺服器廠商 接收了中華電信相關的訊息 我們的個資傳到了這個子公司裡面 也可以販售嗎 沒有販售這個問題 我們對相關 會接觸嗎 我們對相關 你們有掌握嗎 有我們對相關人員對這些資料的那個取得 對相關人員能夠 尤其是系統人員都有一定的管理 OK 有一定的管理嘛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中華電信的資料 傳到了伺服器裡面 那這些伺服器裡面的資料 子公司可以提供或者販售給政治人物或政黨嗎 子公司的人員不應該取得這些資料 不應該取得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在整個這些資料跟資料管理的部分 包括人員都有一定的管理程序 那我們中華電信 我們中華電信我們看下一張 我就詢問了一下 就是關於呢 這個中華電信的關係企業裡面 有哪一些有電信機房或是雲端機房 而且跟我們國內的電信業者合作 相關的公司名稱 結果得到的答案只有一家 你們跟四方電信主要的合作業務是 寬屏電路以及 IDC機房等基礎設施的租賃 請問是不是有這件事 是 好 是有這件事情嘛 來 我們看一下你們子公司是怎麼樣 跟民進黨來做合作的 來 下一張 四方電信 他跟蔡英文 蔡總統 從民國105年開始 109年都有 我這邊字比較小 但是你們的板子上應該可以看到 四方電信 跟蔡英文總統在選舉期間 他的支出是什麼 他們的合作關係是什麼 我念支出用途給大家聽喔 數據費用 數據分析 分析數據費 輿情分析費用 輿情監測 所以我想問一下中華電信喔 當我們合作的子公司 我們的機房 我們的伺服器 裡面的內容是可以出售 給特定的政治人物 來做數據分析 輿情分析 輿情監測的嗎 包委員 我想 四方的他本身是獨立的公司 所以他相關的運作 還是要依據法規 要依據法規 是 但是你們的資料 如果到了四方 你們有合作關係吧 四方本身 你們有沒有合作關係 有 那你們的合作關係是什麼 如同委員的資料 主要是在IDC 這方面 IDC是什麼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他就是資料中心 資料中心 所以中華電信會把資料儲存在 四方電訊 並不是說中華電信的資料 這個是客戶本身 客戶本身 客戶的資料會被儲存在 四方電訊的IDC主機 IDC主機的部分 依照客戶的性質 所以四方電訊的IDC主機裡面 會有民眾的資料 有還是沒有 這可能要稍微分離一下 那個 IDC客戶本身 放在IDC機房裡面伺服器的資料 當然就是會在他所在的機房 你這有講跟沒講一樣 委員所稱的民眾資料 可能要看業務別的部分 我就問你們嘛 那是你們的子公司嘛 中華電信有沒有資料是儲存在 IDC機房裡面的 是民眾的資料有沒有被儲存在 四方電信的IDC機房裡面嗎 沒有 沒有 那你說IDC的合作是在哪裡 IDC的業務可能有些企業他本身 我只問中華電信而已 你們自己的回覆告訴我說 你們跟他有合作 我們回到上一頁 你們說你們跟四方電訊主要的業務 是寬頻電路跟IDC機房基礎設施租用租令 但是我講到現在你說不清楚你們的合作細節是什麼 電路的部分就是接取 IDC機房的部分 IDC機房的部分是客戶他要發出 客戶是誰 這個客戶的部分的 中華電信不就是客戶嗎 中華電信不是IDC 不是我說 不是四方IDC機房的客戶 我們是跟四方合作在IDC租令的部分 按照客戶的需求 跟他對這個接取電路的要求 那可能是使用我們中華電信本身的IDC機房 也可能是由四方的IDC機房來提供服務 提供什麼服務 一樣是就是主機的這個 主機的什麼 所以你剛剛其實也談到了嘛 就是說我們會好 我們看下一張 在這個電信幫的部分 其實先前就已經有人指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這是媒體人張雨萱的臉書 好 那我們把他提出來 他當時就講了 2019年李承偉呢 因為個人私得爭議被轉調 2021年呢 李承偉還是可以跟他的親信吳彥宏 共同見面當時的賴副總統 然後呢 當時就提到了所謂的疫調系統 跟這次王毅川比對的相關風暴是有關聯性的 那呢 後續還有一份 所謂的陳宗彥辦理的簽名記錄 裡面寫著陳宗彥李懷仁郭水毅 簡宏偉相關的高層 那我相信以他這樣子的陳述來說 吳彥宏人也是在現場的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吳 四方電訊他除了跟中華電信有機房合作 而且是唯一的電信機房合作之外 他還跟中國大陸跟香港都有合作 吳然後呢他上面也寫得很清楚 他提供所謂中國大陸的優質服務 我想請問一下國安局長吳 像這樣子的情況 會不會有所謂的資安跟國安的問題 對 我想各個電衣公司吳 他有相關的一個資訊 假如說有外流的話 我想都要依照國家的法令來處理 那重點就在於說 他有沒有違反法律的一些要件 好 有沒有違反法律的要件嗎 可是問題是今天中華電信講不清楚啊 中華電信告訴我們說 他們不會販售資料 不會販售資料 也不會有輿情分析給政治人物 跟這個特定政黨 可是他們的子公司有啊 我們可以上四方電訊的網站上去看 他們沒有任何一個業務叫做 數據費用 數據分析 輿情分析 都沒有 他們不是做這個的嘛 他們是做IDC機房的嘛 就像剛才我們的這個中華電信 所說的那樣 那為什麼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會在選舉期間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合作關聯性 中華電信有沒有打算要對 對四方電訊進行調查 瞭解他們是否有 撈個資的問題 免費撈個資 然後提供給民進黨 這樣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要去了解 我想那個四方電信是集團裡面的這個子公司 那委員所尋的事項我們會去做了解 好 那最後不好意思請一下法務部喔 那個再麻煩給我30秒問一下法務部 法務部 這邊我想要問的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要申請要求要保存證據 避免相關人士滅證 那我這邊也會再向檢察官提出書面的要求 好 是我想這個 提出保存證據的請求 原則上應該是要以被害人 提出告訴等等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被害人 那如果告發的話 那我想這個相關的檢察單位 會本於他的職責 判斷來做處理 好 謝謝 好 謝謝